收藏心有關心來自該關的消息 這時針對佈地有客的重心 昆加南並海國家風景區間在家 以出產的方式為土民間業者出租經營 改建搭著行為布袋文創Hotel 經過一間的努力 讓你到通報觀光局 並感通過三次的路線 各客觀大會夠重來變觀光 並在想我進行政策開幕 布袋文創Hotel為在該機關佈地點 各關口內部中逢都是藍色海洋風 有客房的42間 可以提供同坐142人住宿 海警方看到海港風光 並設置不一樣的房間一間 通過交通部便是布袋電 第一間三次進去飯店 已經在九月分次英文 想要進行政策開幕 房間有42間 房間是採用海洋元素 地毯是海洋的樣式 所以我們整個海洋元素 導入整個布袋地區帶進來 也要謝謝我們徐政人處長 幫我們做了這個小上海 正好在我們的布袋文創的正前方 把這個過去的一個遊客中心 現在把它轉化成三星級的一家旅館 可以說布袋的整體的觀光產業 帶來一個強心計 可以在布袋進駐成立了這樣一家飯店 這對我們家義來說是很指標的 因為我們從東石布袋 藝族這樣的一個沿海地帶 事實上過期真的是沒有一個 真的是很頂級的一個住宿的一個空間 大部分都是民宿為主 所以我們的黃董事長 這一家布袋文創 真的就是讓布袋有一個嶄新的一個 一個開始 網路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我們的回應就是說布袋不一樣了 剛才我們的議員說的 他可能要恢復小上海的夜景 所以說在這裡我們也一定的身份 我就很感謝各單位的贊助我們布袋證 昆加南邊海風景區管理處處長徐振朗表示 明年大概有40萬人處在 布袋香港的財政人員配偶 因為布袋大肅空間不足 我當有好將UK老宅布袋 今年處在布袋辦理夜間降調華東 並各合在地產業 如由大肅共同合作 成功去UK老宅布袋 促進觀光三月的發展 深深空要向布袋電採訪報道 宅布袋 經fact